大家好,我早前訂了飛機貨 這裡分別有蓮子雕,還有一條左口魚 我打算做駁斥和困布織 我以前做事是天然還是養殖的 就是這個肚子 如果肚子整塊都是白色的,就是天然 這個一塊塊就是養殖的 我想現在應該都是這樣分 還有左口魚,你會看到有很尖的牙齒 左口魚有牙齒,可以在海洋裡吃很多不同的物種 下次示範一下,做駁斥和困布織 這條池魚是刺身級數 稍後我會用來做駁斥 大約幾十元 回來後,先過一個冰水 普通冰水可以了,不用加鹽 因為鹹水的細菌,其實很怕淡水 所以我們要用普通冰水,沖一沖便可以了 沖完之後,再印乾淨 首先,打輪之前 看到中間這條魚的質線嗎? 這樣就要用刀去起 慢慢地上下上下移過去便可以起刀 不可以的話,再試幾次便可以了 但你起刀時便要小心一點 刀不要吃到肉 你把刀鋒 一邊這樣推上推下 你會感覺到刀在皮上推過去 兩邊都是這樣做 然後用刀刮出魚鱗 怎樣刮呢? 就是在魚尾的方向刮到頭那邊 另外,留意一點 在邊位的魚鱗特別難刮 這麼多舒服 所以要用一點乾淨 比較乾淨 刮出魚鱗後,洗乾淨 喝乾淨 現在開始打開了 首先在魚頭隔壁的位置隔一刀 隔不穿中骨 然後在這個位置輕輕隔一刀 也是貼骨,但隔不穿 之後在背部多開一刀 就是這個位置 你會感覺到刀是貼著中骨 然後反轉 在魚尾上隔一刀,稍後修口更好看 這一邊開始了,也就像剛才這樣做 在這個位置 割一割 這個位置,又割一割 割開口,然後反轉 反轉去另一邊 你把刀一路感覺到貼著骨 可能去到中骨的時候有一點阻礙 不要緊,慢慢來 最重要不要切到手,如果太滑 快針板很滑 可以放毛巾鋪去鋪魚 這樣就不會太容易移動 你看到我連鎚 就一路切到尾,把腩骨蓋起 現在這條魚就起了 燜完骨,起完皮便可以吃了 現在又到另一邊了 在魚尾的方向貼著中骨 一路切過去 一步一步來,切到中骨之後 又是起了籃子 由於這條魚現在 有一點彎上去的方向 你切的時候也要跟著魚彎上去 這樣才可以貼骨 看到內臟的時候,就要走一走 盡量不要切穿它 現在兩邊都起了 這樣就把腩骨蓋起了 你會看到刀鋒在我的右邊 這樣挑了腩骨出來 然後再吃把刀進去 把腩骨蓋起了 小心看手 和我上次用刀骨的方法 其實差不多 這裡轉一轉鏡頭 示範給你們看 你看到我的手指是按著腩骨 其實你會感覺到刀之餘 是不會切到手 下一個步驟骨 下一個步驟骨 我現在按著這個位置 右手邊是魚頭的方向 這個位置很多時候都漏了骨骨 你要留意 一直 在中間骨骨出來 你的手指會感覺到 這個方向炖骨骨出來 一直炖到尾 記得雙重檢查 不要有骨骨留在這裡 好了 現在 就看看一條魚 兩塊魚柳 魚骨剛洗乾淨了 你看到已經清淨了內臟 而且要炖骨骨 用手炖就炖到 如果你不記得炖骨 如果不記得炖骨的話 就炖到一隻碟裡 可能會滴血 在魚尾上 放入竹籤 在這個位置 就不太複雜 看一看就懂了 然後在眼睛的下方 放入竹籤 然後切入竹籤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用手掌握著魚頭 按下去 這樣就不會斷骨 竹籤一直旋轉 這樣轉入 會容易入 可能是磨擦力的問題 插進去就有了 不要斷 現在先把皮 這塊皮很硬 所以要把它切掉 為什麼要切呢 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這樣 我現在在魚頭的位置 用刀背 先把肉放出來 留意我 是用刀背 刀鋒向上 再把肉放出來 接著 貼著針板上下上下 慢慢把皮放出來 最初可能不習慣 那你就感覺一下 你用刀尖 或者刀的中間 或者刀柄 或者刀柄 近邊的位置 你可以 很順利地貼著針板 就用那個位置 那我現在用刀的中間 大約 一邊一點點 撐出來 盡量貼一點 那魚皮 切完出來 就是銀色很漂亮 而且比較好吃 在魚頭上 去到中間 可以按住一塊魚 一隻手就燜著一塊皮 另一隻手一直移過去 那你就可以起一塊皮 起得很漂亮 就好像現在這樣 很漂亮 另一邊也是這樣 起一塊皮出來 那我就不用手蚊 整塊都是用刀背 去剷過去 兩邊都起好了 那現在就砌碟頭 左手邊的是一些乾燥的海帶 浸完水之後就可以用了 目的就是代替蘿蔔絲 準備薑 還有這一盒 就是牙蔥 一會兒都會用到 好了 準備好之後 就把它們放在一邊 這次我會做一個薄切 砌好碟頭之後 就一邊切一邊放上去 現在就切魚生了 切的時候 留意一下 盡量在家裡 拿一把長一點 和薄一點的刀 一下這樣 切過去 如果把刀夠長的話 在魚皮這個位置 切一切 一會兒吃的時候 就容易咬 斜的一塊一塊 切出來 那如果你放的時候 就 我自己就喜歡 有規則的 這樣擺 看上去就好像 有些層次 其實我都覺得幾好吃 有魚油得來 又比較濃味 價錢不貴 還有質感也有點彈性 吃的時候 可能配薑蓉 還有蔥花 再蘸一點醬油 就可以了 片在一邊就完成了 你見到片的時候 都盡量一下過 就不會退前或退後 要不然 你會刮到紋出來 沒那麼好看 上次又出了這個 秋刀魚刺身 我還有左口魚 就是剛剛那條 還有金木雕 深海池魚 你們有沒有說 冰條魚想看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有很多片 其實拍了都未剪 接下來我的頻道 都會重視日本食材 看看你們喜歡什麼 都可以告訴我 說回薑 可以磨些薑肉 我現在就切些蔥絲 盡量切幼少少 如果不是很難吃 有得選擇 就選擇一些嫩薑 最後切完芽蔥 放上碟 就完成了 那下次看有沒有機會 做這個 池魚的吉列或者Tataki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幫我讚好訂閱分享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次見 拜拜 但是… 我們再次拍給 你們是否可以